Hello 大家好 我是Henry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 如何有效拓展人脉 马上开始 各位 为什么我们要有良好的人脉 本质是什么呢 是为了更大的发展 更大的利益 各位再次的强调 人脉就是钱脉 在人们追求事业成功和幸福快乐的生活过程中 同样也存在一种类似血脉的系统 它被称为人脉 如果说血脉是人的生理生命支持系统的话 那么人脉则是人的社会生命支持的系统 常言说 一个好汉三个邦 一个篱笆三个庄 一人成木 二人成林 三人成森林 倒不是说要想做大事 必定要有做成大事的人脉网络和人脉支持系统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谈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有效的拓展人脉 第一个就是多元化构建人脉 那在这里我们会谈到多数人是怎么样多元化的构建人脉呢 第一个方式就是熟人介绍最简单最直接的 找出一个中间人让他帮忙介绍一下对方一般都会卖个面子 根据自己的人脉发展规则可以列出需要开发的人脉对象所在的领域 然后就可以要求你现在的人脉支持者帮助寻找或介绍您所希望认识的人脉目标 创造机会来采取行动 各位前提是自己要优秀才可以认识到优秀的人脉 漫无目的的认识人纯属浪费双方的时间 在行动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自己想要认识的人是谁 如果没想好就不要浪费时间不要行动 第二个通常构建的方法就是懂得怎么样利用网络 现在实在是太方便了 都可以通过媒体留言结交新人脉新朋友 从中都可以找个机会来合作来认识新的朋友 举一个例子 一位在一家中型企业做销售部经理的朋友 休闲的时候喜欢上网 而且建立了自己的博客 一有时间就将自己在商场打拼的体会 经验 教训 种种点点滴滴都贴在网上 有一次在浏览博客网页时 他发现一篇很精彩的文章 读完之后就发表了自己读后的感言 及文章的赞美肯定等等 这样一来二去 他和作者建立了良好的文员 就建立了好朋友的关系 几个月过后就决定了 不如我们出来喝个茶 交流交流 过后才发现原来 这位网友竟然是朋友所从事的行业中的第二大企业的大老板 现在他也是这家企业主管销售的副总经理 由于他们在网上不设防的交流 对对方的价值观 爱好 兴趣 处事能力等 已经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 所以他和老板的相处是很融洽 而且他还利用网络在全国 十多个城市结交了二十多位资新的朋友 这个举动大大促进了他业务的开展 人脉资源的延伸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第三个多元化构建人脉的方法就是参与社团 想要扩展公司单位以外的人脉 扩大交流范围 借助虚拟团队的力量很重要 也就是说通过社团活动的开拓来经营人脉关系 在平常太过主动接近陌生人的时候 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 都会想你到底有什么目的过来靠近我 经常都会遭到拒绝 但是通过参与社团的活动 人与人的交往更加的顺利 能在自然状态下与他人建立互动的关系 扩展自己的人脉网络 而且人与人的交往 在自然的情况下发生往往有助于建立情感和信任 通常我们都会见到一些人参加了社团组织 都可以得到的一些主角的角色 比如说理事长、会长、秘书长更好 这样可以得到一个服务他人的机会 在为他人服务的过程中 自然就增加了与他联系、交流、了解的时间 人脉之路也就在自然而然中不断的延伸 接下来第二个有效的拓展人脉方法 就是人脉网分析 各位我们要懂得对的时间、对的经历 放在对的人身上 而不是说我们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我们要懂得如何去分析我们的人脉网 接下来我们必须要懂得人脉分类的三个数字 就是10、20以及150 首先的10个人就是我们的自亲永不翻脸的人 比方说父母亲、老婆、子女、弟弟、妹妹、家人等等 这些都是永不翻脸的家人 接下来的20人就是与时间目标切实相关的人物 那写下来有哪些人哪些人脉是跟你的目标有关系的 列出来因为他们也许有可能可以提供专业的技能 各种资源或政治性的支持 以帮助你达到目标 必须要和这些的人脉保持联系 接下来的150人就是占据重要的时间价值 这些人每年可以不断的更新的 那这150个人又分为几个数目字了 就是10、100、15、15以及10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谈到第一个10 第一个10就是无利益关系的好朋友 各位我们也需要好朋友 比如说同学、邻居、玩伴、闺蜜等等 因为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不需要装做最真实的自己 接下来的100就是工作人脉 比如说同事、公司外部合作的伙伴 对这类型关系不必太过刻意的亲近 保持舒适距离就可以 太接近了反而令人家想太多了 接下来的15个人就是需要被帮忙的人脉 比如说你的下属、你看好的年轻人 他们是你未来向上发展的推动力量 应该多给他们帮助和指导 接下来的15就是能帮助你的人脉 比如说你认识的一些的领导 给你指点的恩师 不过你尽量不要找他们帮忙 多和他们聊天、请教 多学习他们做人做事的方式 学习他们分析问题的方法 这些才更加的重要 接下来的10个人就是横向人脉 他们和你可能没有利益的交际 但是对于扩大你的见识很有帮助 在人脉网分析 并不是说一个人要很现实 跟我的目标有关系的 我才比较喜欢接近你 跟我没有关系、没有价值的 我们就保持很远的距离 我不认识你 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懂得如何平衡下来 第三个方法就是互利 各位互利是最快以及最容易的 因为大家都是双赢 你得到你想要的 对方也得到他想要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很容易建立良好关系 前提是我们可以为别人带来价值 互利所强调的是双赢 首先我们必须要问问自己了 我们在某个方面所仰赖的人 是否也能满足你在另一方面 比方说个人发展的需求 可以吗? 假如你对某些人脉投入了很多的精力 你是否会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益处 研究发现各个层级的高校工作者 都倾向于从信息类人脉那里得到其他的好处 比如激发新的点资 互惠的关系也往往会带来更多的成果 最成功的管理者总是设法为自己的人脉提供价值 个人价值 换句话说也就是个人的品牌 做品牌的人都知道品牌要有定位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品牌 只不过是我们叫他为名声 要让自己在人脉市场获得良好的市场推广效果 我们也要应该有定位 那就是我们的个性 有了一个良好的个性以及价值 市场就会珍惜这个人的人品 尤其是说到做到超过对方的预期 互利在某个角度 有些人会说被利用 如果说被利用价值是你的利润的话 那么你的人品就相当于是盈率 你的人脉价值就是被利用价值和人品值的成绩 也就是说 在你的被利用价值一定的情况之下 你的人品越好 你就能收获得越多的回报 人品是一个杠杆 他能够成倍的放大你的价值 也能成倍的减少你的价值 能够真正结交到人脉的前提是什么呢 你必须真诚而有能力 优秀 想要走得远 缺一不可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喜欢的朋友 大家都可以点赞订阅 以及分享留言 我们在下一个影片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